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0年 1月27號星期一 那這一台 Toshiba的筆電 初步收回來的時候 本來可以開機 突然間不能夠開機 所以我想說 把它整個拆起來看 結果查了一下 想不到它故障的原因很簡單 這個電池正負極的線氧化了 所以我把它換一條 黑色的負極 正極的話是還好 量起來都是有通電的 再換一條線 用熱熔膠把它封住 這樣子就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線頭 整個都腐蝕掉了 然後稍微用清潔液 把這個板子清潔一下 後來我在測試的時候 就可以開機了 那想說這個還蠻簡單的 所以我就特別錄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如果突然間不能開機 除了電容的問題 那有可能就是電池的問題 就是它接觸的線 沒有辦法接到 你就換一條線 這樣子就可以了 其實還蠻簡單的啦 這個都可以自己在家裡做 因為這整個過程 我就沒有很詳細的PO出來 那我後續就是分享 把它組裝回去 然後再開機 給各位觀賞就好 這一台對我來講 比較困難的就是 插這些排線 它這一台的設計 全部都是用排線下去做的 所以在排線的安裝上 會比較困難一點 如果是第一次裝的人 你在拆可能要特別去記 每一個排線的插座是哪一個 因為它真的蠻多的 那我初步已經將所有的排線都已經插上去了 後續我們就可以把其他的零件都安裝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它裝好以後 先來跟各位講一下這一台的型號好了 Toshiba東芝的 它的型號是PORT-EGE-R830的 那它的版本是PT-324T-02S-00U的 裝好以後 先把電源插上去 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OK了 那我們先開機看看 目前可以正常開機了 那我們先可它恢復一下 好 那我們再給它重新啟動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能不能正常進入系統 應該是可以啦 正常啟動就好了 因為它的版本是Windows 7的啦 我有考慮要把它重灌成Windows 10的 現在是可以正常進入系統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後續再來重灌 這一台的規格還不錯啦 可能就是因為有時候能開機 有時候不能開機 人家才把它丟掉的 那所以我就把它收回來 現在應該都可以了 稍微測試一下看有沒有沒有裝好的 螢幕顯示都OK了 滑鼠的部分應該也OK了 那系統也能夠正常進入 那音效後 現在有聽到聲音 應該也沒有問題了啦 目前來看一下這個 YouTube頻道 當然是看自己的頻道啦 把聲音開大一點 聲音的部分不會很大聲啦 不過這樣子應該是還可以接受啦 那目前簡單維修這一台 Toshiba R830的比例 測試起來是還算可以接受啦 那我這一篇 Toshiba R830的簡單的維修 跟一些相關的測試過程 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或分享